下面是25年25人的系列报道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又一批的港澳企业 走进内地投资设厂 其中就有建涛集团 从1988年到内地设厂开始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建涛集团从过去的来料加工厂 发展到业务遍布全球多个国家的 粤港资龙头企业 作为企业执行董事的张广军 也一路见证了国家的繁荣富强 我们本身是香港人 在1988年就开始正式进来深圳 建设我们集团的第一间工厂 我们初初记得1997年 进来蓝沙投资的时候 当时蓝沙就相对比较落后 交通没有那么便利 当时我们过来的时候 都是在东莞坐渡轮 过来这边上班 我们会通过香港这个融资平台 将正合到资金 拿进来内地作为投资发展 我们会通过拿到一些世界上 比较大的牌子 大的名牌 这些电子原料的订单 拿进来国内生产 另外我们都 从世界各地去采购一些比较先进制造的设备 公司都看准了 湾区这边的发展规模和发展的优势 两边结合在一起 重点在大湾区这边 作为我们发展一个重中之重的地方 这几年 整个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 交通的便利 它是好几个城市 它都少于一个小时 人材相对的汇聚 相对比较简单、方便一点 还有这边是比较一个新区 生活方面的成本相对比较低 很适合青年人或一些新创业者 来到南沙这边 以前香港很多年轻人 对我们祖国不断了解 香港回归了之后 两地香港和内地 这个交往往来就频繁了 对我们内地的认识 对我们国家这种 从思想上的认同感是多了的 每一年我们都会去香港的高等元校 去联招 八百年开始进来 当时我们香港进来的员工 这个规模就很小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我们企业都跟着这个时代 慢慢去发展 比如到现在为止 我们初步统计 我们都超过200名以上的香港同事 在内地工作 我们希望 凭着国家新的发展大局 或者十四五规划大局 湾区这种布局的理念 我们希望公司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能够融入湾区的建设发展 希望我们新的湾子 能够早日融合国家的发展 大局融入湾区的发展 那